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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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然法则下的残酷竞争 物竞天则 优胜劣汰 中环与鹰雕 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 而它们却是生物链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 而对生存能力本就偏弱的猪环而言 天敌的威胁也是它曾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 中环曾广泛分布于东亚 中环曾广泛分布于东亚 1981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茵曾 在陕西省阳县的姚家沟 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七只野生猪环 随后 阳县就对中环活动区域进行封山御林 扩大天然湿地和东水田面积等措施 自此 中国开始了对中环这一极度病物种的漫长保护历程 经过四十年的不懈努力 中环种群在阳县发展壮大 目前 全世界珠环的种群数量已超过七千只 可以说阳县非常难得的珠环家园 因为珠环对环境的选择非常严格 要在大树上作窝 要在水田河流湿地里面觅食 作为阳县 处于温暖湿用这么一个气候带 另外沿江的南北有河流 有八十座水库 然后呢 还有一万多公顷的水岛潜 所以这么一种环境呢 作为珠环来讲 它就是能够长期选择 且能在这地方稳定地生存扮演 在保护珠环的过程中 人类与珠环之间发生着很多动人的故事 这只珠环在飞行过程中 不小心被风筝线缠绕 刮在树上不能动弹 幸运的是 附近村民发现了它 并通知救助人员前来解救 小牧场民发现了 我也是 小牧场民发生 你看当时这个啥情况 当时就是放风筝的一个线上给颤住了 受了一件皮外伤 拿到这儿来以后 我们对它伤口进行处理 两千时间过去了 现在这个伤口恢复得挺好 保护工作者刘毅的照顾 细心又周到 这对中环的康复永违重要 咱们那个朱环生态园 是1990年修建的 他们当初的目的就是 人工饲养还有野外抢救 从1990年开始 陕西朱环救护饲养中心的 科研人员 先后攻克了饲养管理 和人工繁育的多项难题 形成了成熟的 朱环饲养繁育技术 在长达40年的努力下 朱环种群数量不断壮大 这不禁让保护工作者们感到欣慰和高兴 但是渐渐地 一个新的忧虑出现了 随着阳线朱环的数量越来越多 这一区域的环境承载量已相对饱和 野外抢救回来的朱环 除了意外受伤的以外 有些朱环竟然是因为无法觅到石 饥饿无力 这种状况 一时让朱环保护工作者陷入了新的困境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朱环面临的危机呢 邓宝明是阳线泥鳅饲养专业户 在春冬凉季 邓宝明都要往野外运送大量的泥鳅 让朱环都能吃上饱饭 好好好 一开始朱环那个总群数量小嘛 野外这个食院是比较丰富的 这都越到湖边朱环数量越大 朱环的食物就发生了刻乏 我们每年投食也主要选择这个繁殖器 因为繁殖器这个朱环的工作量很大 它要做草 要富卵 还要那个鱼 鱼鱼鸟 水稻田 是朱环最爱光顾的觅食场所 繁殖器的朱环活动范围广 食量大 选择这个时间段大量投食 也是为了保证朱环在繁殖器 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然而科研人员发现 这种人工田野捕丝的手段 只能解决朱环的一时之需 却不是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 随着人工捕丝量的逐渐加大 需要救助的朱环仍然数量不减 近亲繁殖环境纳量等问题 或许会让它们再度面临 灭绝的危险 山西师范大学的于小平教授 一直关注着朱环野生种群的分布状况 他注意到 虽然眼下朱环的野生种群数量呈增长态势 但大多数朱环的栖息地依然局限在阳县和秦陵以南的地区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目前朱环分布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的 适合朱环放飞的这么一些前列地点打击一个前站 为了防止朱环种群过度集中 国家决定对朱环进行异地保护 以阳线为中心 向各地释放朱环聋养个体 先后在陕西宁陕 陕西千阳 浙江德青等地 建立了朱环的野化放飞基地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就北部的有个放飞中心 就是在千阳县离得不远 这边周治县有个放飞中心 那么这个地方放了 如果放了以后 它都给纽带容易连接起来 这是我们的目的 此次 于教授再次为这项工程奔波启程 分别对秦岭南北路的几个过渡地带 进行整体考察 择优选取朱环种群的野化放飞式遗地 大的范围 如果可以 那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初步认为它这个地方是 和施朱环生存的 放飞朱环是为了实现种群的繁殖扩散 可是 放飞后的朱环是否能如人所愿 离开阳线之后 找到新的栖息家园 在一次次的尝试之后 保护者们发现 现实情况远非他们的想象 千阳县山林起伏 沟壑纵横 它位于陕西省魏北高原西部 地势北高南低 有七山二园一分川之称 境内渭河之流 千和横贯东西 千阳的那个 有千和食物非常丰富 有泥丘 各种小鱼虾 都很适合猪蚌的秘食 潮区有这个高大的杨树也比较多 也适合他们繁殖猪潮 千阳也曾是中环的历史分布区 在这里建立中环野化放飞基地 也是为了促进中环的种群副状 专家多次在我们千湖流域 应用考察论证 最终确定 我们在我们千阳千湖湿地 作为签定以北 珠环野化放飞点 可是事与愿违 近年来 千阳的珠环种群数量 却逐年减少 章虎和几位保护工作者 正在珠环朝树周边巡护 这是他们每个深夜 必做的事情 因为夜间 总有猛禽潜伏在附近 威胁着珠环的生命安全 律师傅 好像自猛头一样似的 是不是 你请 律师 张四 猛头一样 老曹 啥 是 是吊销不 好像自猛头一样 在一个苗上面的 老李 老李 你在潮汐周边看着 我跟着过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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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个方向 好 就坐在个苗上面 个背似的 看 好 好 这边好像没 也没 好 没看到飞到哪儿了 没看到飞到哪儿了 那是 看不见一遍 老曹 注意详尸 那个 帮腾 待在的地方 多照一照 可以 是不是飞 我看一个袋上飞过去了 我看一个翅膀比较大 刚看了一看闪了一下 没没没 走走走 快先去看好主位咋样情况 好好 余光看一下这个潮的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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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腰在上面 大腰在上面 好好 我带过去 大腰正常 大腰稳定 好 好 在周边 周边 为了让朱环 免遭天敌的攻击 保护工作者们 不得不采取 人为缺感的手段 来不来 我们就 做好来的准备 随时来 我们随时进行 驱馆干预 但是从我们都捕猎 这个好几块 不能捕猎 咱们只能 因为雕像也是 咱们国家二级暴动 就是驱馆 人为驱馆 雕像 属夜行猛禽 多栖息于 人际罕至的密林 或延细中 它实性广泛 处于 鸟类食物链的顶端 猪环 自然 也是它的猎物之一 可是 雕骁与猪环 同是国家级 保护动物 人为的驱赶 雕骁 是科学的 保护措施吗 又是否 会影响 生物链的平衡呢 张虎一直 为此事发愁 猛亲 把猪环下惊飞了 猪环现在看不见了 有两只猪出来的 嘴出来以后 一只吧 一只猪排回去了 一盏有一米多 这是个鹰科的 鹰科的 潮里的猪环 基本上稳定 没啥异常 这还是个日行型的 白天的 这个猛亲对猪环 很坠感 像遇到晚上 这个雕骁 对这个猪环的影响 是更大的 对我们的保护 提出更大的挑战 我们采取这个 人为干预的措施 就是为了保证 咱们千岸的猪环 数量能够 稳定地增长 因为咱们这个 基数少 不像阳线现在 这种多年的保护发展 数量很多 它们今生是自然 以自然为主的保护 我们现在还必须采取 这个人为干预的措施 千阳 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 较容易出现大型猛禽 这对千阳的保护者 和中环而言 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天敌 对中环的伤害 人类束手无策 这正是千阳 这正是千阳猪环种群 逐年减少的原因之一 而阳线的猪环种群数量 却日益壮大 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数据之后 专家发现 除了要躲避天敌的威胁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也无法忽视 那就是人类对中环的影响 事实上 猪环的生活早已离不开人类 人类已经成为猪环 最主要的半生物种 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相处模式 就是我们现在的阳线模式 猪环在我们的稻田里边 水田里边 然后觅食 然后我们发展我们的有机农业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人地和谐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阳县华阳镇 一个特别的项目 桓田一芬 促进着猪环与人的共生关系 这里大面积种植 有机稻田 一亩地流出一分田 给猪环觅食 平衡农民的收益 与猪环生态环境的改善 负责人白闯称 早早体会到了 这个项目的益处 大面积种植 老陆 已经来了 你看咱们这番茄与费的 项目面积这么大 这里正在擦羊 拔起来 给咱们包吃个上十千时间 千千要放上 要得要得 这次 来了 为什么叫还钱一分 它就是没一摸 头戒 给资环留出来一分 作为口粮钱 也就是在工资环 在里面秘食 活动 对我们这儿的环境 土壤 都还有很大的改善 你看挺和谐的 我们在这儿干 它就在那儿秘食 这下面都能看见 现在都有 对一个区域来说 不仅仅是保护了一个物种 更重要就是 推进了这种 绿色有机产业的发展 大家认识到 就是保护租环 和保护生态 这种双样的作用 多年来 阳县大力发展 绿色有机产业 所种植的水稻田 不使用农药化肥 既保护了中环 也恢复了生态 更让当地百姓 与中环 在这片共存的土地上 和谐相处 和谐相处 在阳县 经过几十年的保护历程 当地人早已接纳 诸环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 曾经胆小的诸环 对人毫无畏惧 在水田里 能与人近距离相处 而在中环 新的野化放飞地 迁阳 当地的人们 还未习惯 诸环 进入到自己的生活中 为此 张虎和保护者们 需要经常 向当地居民 宣传 诸环保护 尽管如此 糟心的局面 还是发生了 大鸟还没回来 一对正在孵化的 珠环亲鸟 突然飞离潮雪 留下两只 刚出生 五到三天的幼鸟 大鸟不回来 这天这么冷的 很容易出事 潮里两只箱子 不停在动 也可能是冷的很 青鸟到底为何弃潮 是察觉到天敌 还是被人惊扰 张虎也不知所措 现在潮的望远镜 也看不清了 光线太暗了 天色越来越暗 巡护员曹信强 只能在潮树底下 观测情况 潮不见 打个热光 啥情况 能看见不 他是潮不及时 潮的位置 找到了没 我现在给杨先生的段英段老师 打个电话 问一下这个情况 潮信给咱怎么弄 他两只程鸟了吗 两只程鸟都走了 关键是啥 你远远地看他 那个观察多少时间了 看见现在有半个小时左右了 你才半个小时 应该没关系的 你现在天已经睡了 他应该 不要在那个潮树跟天去惊动他 应该再过一会 他应该会回去的 你再观察半个小时吧 再观察半个小时 如果不行的话 就把他取下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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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曹 来 快 快上来 上来把枪树垫大着 坐 阳线的专家建议张虎 等待亲鸟归巢 但迟迟没有动静 幼鸟还在巢里挨动 再等下去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这两只猪环幼鸟 该何去何从 张虎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救护措施呢 专家们认为 保护猪环的最好方式 就是让他们回归大自然 重现种群的历史分布地 猪环总群通过40年的保护 现在种群数量增加了 那么我们就希望猪环的家园 它的生存空间会更大 通过猪环的这个异地保护再引入 让它重新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 只要适合猪环的生存的地方 有这种失增环境 那我们就可以让猪环能够继续发展 然而 由于天敌的威胁 栖息地受限等原因 牵羊的猪环却发展得不太容易 猪环似乎无法更好地 适应曾经的历史分布区 光复猪环种群的往日辉煌 依旧困难重重